高檔爆大量會不會人都跑光啦 草舊已經跑光光了啦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謝文 分析師老師好 大家好 老師今天指數開高 那現在高檔爆大量 會不會是主力在出貨啊 好的 那麼基本上千涵問這問題 問得非常非常好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在技術分析裡面 有學過一個非常重要的夜水精髓 我先問大家 現在是多頭還是空頭 老師應該是多頭 好 那多頭格局 我們只看一樣東西 支撐只要不跌破之前 它就是個標標準的多頭 只是這一波 我感覺到最惋惜的夜水地方 就在於一般投資朋友 真的是被軋空 而且真的被軋空手 你知道最大的夜水原因在哪裡嗎 我在節目當中 我再給你強調 我說你一定要知道 人家主力作手的夜水方向 就像我跟千涵的夜水連線 是一個禮拜兩次 可是我的夜水盤中的夜水連線 快速舉例 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指數已經長得非常非常多了 長很多了 我一樣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 它是一個標標準的夜水多 那截至昨天的夜水為止 來我們再看一下 昨天是11月16號 你仔細觀察 等於說這一波 從上上禮拜一開始 主力心態就是一個標標準的多 直到上個禮拜四 你看到心態 它是有多轉空 那正常而言心態有多轉空 如果說它是一個 一個所謂禮拜五的話 心態也是空 然後今天也是心態空的話 基本上這行情 早就已經跌到人家馬翻了 可是你再把它看清楚 禮拜四的時候 主力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的空 可是來到禮拜五的時候 盤中突如其來 快速往下擊殺 你看到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的多 所以代表有人 他是在做一個所謂價差 禮拜四他先放空 可是禮拜五的夜水擊殺 他又站在一個所謂買方 所以這是為什麼台北股市 一直創新高 最主要的夜水原因 還有最主要邏輯 再一次證明我在節目當中 所跟大家報告 我說主力做手操作 它是架構在價格的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官價 包括一個多空主義心態 那同樣的 基本上 今天比較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你仔細觀察 昨天廢伴指數 那一根長紅K棒 有沒有非常非常的犀利 那在講長紅K棒之前 我們再來一遍 我記得在禮拜五的時候 當時的廢伴指數 我跟千涵連續的時候 廢伴指數收的圖 收的非常非常重 你記不記得我說過一件事情 我說台灣是一個標標準準 領先指標 可能所有人聽到這句話全部歪掉了 不是歪樓是歪掉了 什麼可能 那我請問各位 是不是台灣主力心態多 讓廢伴指數 禮拜四長黑K棒 禮拜五送你一根 所謂的紅K棒 同樣昨天大盤主力心態多 結果昨天廢伴指數 有沒有真的大漲 可是今天我們真的有看到 主力作手在高檔 採取一個所謂獲利條件的動作 那重點在於哪裡 很簡單 目前廢伴指數 它的多萬價都在2530 那只要2530沒有跌破之前 最爛的夜階狀況 它會走一個所謂相形區間震盪 畢竟之前那一根長黑K棒 要一次過的機率 有它一定的夜階困難度 那同樣的就加權股價指數 乃至於上跪股市 麻煩抄一下 基本上再強調一遍事情 多頭格局只看支撐 支撐沒有跌破之前 你就是全力做多就對了 目前加權股價指數 還有上跪指數 它的多萬價分別落在13525 還有167.8沒有跌破之前 就是要偏多操作 可是講到偏多操作 很多時候小老師 到底要怎麼樣多 是要買養樂多 還是養你家的狗叫做多多 到底要什麼多 不好意思 基本上我有進到 我應該的一個所謂責任 跟義務 來我們先看一下上個禮拜 我跟千涵連線的圖卡 在當時我有提到同伯基板 我也有提到LED的相關 結果你有沒有看到 將我講完之後 上個禮拜 我跟你講這兩個族群的時候 這兩個族群完全都沒有漲 結果你有沒有看到 今天滿山滿谷都是LED 還有同伯基板漲價的 液水利多 那只是看到液水利多 真的要去做 液水追價的液水活動嗎 那我先問大家 為什麼上個禮拜你不買 你不買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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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有說 老師 你的播出時間是下午 沒辦法 不好意思 我們錄影時間11點之後 所以說你搞不好 可以打電話去跟千涵 要我們的液水CG 那我的做法很簡單 目前不管包括聯貌 不管包括金居它的月關價落在130 還有是12塊錢 你當然可以去等它回測月限關價再去買 那就會非常非常安全 就非常安全 那同樣LED的液水族群 它是屬於一個飆飆准准的 液水落後的液水補漲 就像623的液水旺系 如果你有在我們胎的滾裡面 我623的旺系 我從101還有110.5 我一直跟你講強調加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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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果不其然的 你看到它的股價今天還在創波段上面新高 那簡而言之 現階段單純就散戶投資朋友的角度 大家選擇官網不敢做 尤其剛剛現在所跟大家報告的 而且你要知道千涵的影響力很大 他說今天高檔爆大量 投資朋友更不敢做 那很簡單 那你去看法人認養的標的 那如果法人認養的標的 等於說你當初進場的條件是什麼 你可能是用月關鍵價進場 你可能是利用法人進場 你跟著進場 那只要條件沒有改變之前 那當然你要持續做一個碎加碼的動作 那同樣的 今天的可能最大的議題 來自於一個所謂太陽能 可是太陽能這邊有一點小小的怪怪的 怎麼講呢 我看最弱勢的股票 最弱勢的股票叫做六四的茂迪 目前茂迪他的股價是在月限關鍵價之下 那我的做法很簡單 你說我可能昨天去買安迪 昨天買茂迪嗎 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只要當他在一次收回月限的夜水關鍵價之後 我就會賦予關愛的夜水眼神 就像這一波的連電 我們也有賺到 2408 南亞克 2337 萬宏 也是當他重新回到月限關鍵價 我們去做多 不要買最低 至少我們買在一個最安全的夜水低點 那自然我們就能夠獲利 就能夠賺錢 那同樣的 今天我們看到ABF 其實ABF千萬要幫我作證 這個族群 我知道講了半年多的夜水時間 因為這個族群是他們透明度最高的 而且缺貨度最高的 而且進入門檻 很多中國大陸廠商 他是沒有辦法很快速的夜水切入的 所以說不管包括什麼3189 景碩 來自於8016 南電 當然你可以留意他的夜水機會點 那最後再給大家一個非常小小的夜水教學 基本上我是建議大家 你每天都要做作業 其實大家在股票市場操作 你最大的敗筆在哪裡 你會看到一根紅K棒快漲停的時候去追 去追 那對 追追完之後 沒有 如果說你運氣 隔天天空開高 你賣掉你可以賺2% 3% 可是如果你換一個夜水方式 讓他回測多方的夜水AC 站在夜水買方 就像今天4927的夜水泰底 4927泰底 他今天往下擊殺 來到了夜水80 80塊錢的時候 我請問大家 你敢不敢去做夜水買進動作 不敢 因為看到殺 可是你去買的時候 隨便可以賺7毛錢 7毛錢 這也是錢 這真的也是錢 所以說最好的夜水操作策略 尤其在指數高檔爆大量 正常而言 他告訴你台北股市 要開始走一個 所謂相形區間的震盪 那既然要走相形區間的夜水震盪 你最好的夜水策略 採取幾漲幾跌 然後 多方防守價 加權股價指數 OTC沒有跌破之前 當然是偏多操作 那所有的夜水細節 我都會在Telegram裡面 給大家一個完整的夜水報告 所以建議大家 現在還是一個非常好操作的行情 只是在食物上面的夜水操作 第一件事情偏多 第二件事情不要追高 第三件事情利用急殺 站在買方 選擇投信買招標的 這樣你就可以賺大錢了 是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 跟Taguan 財經解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